謝謝各位掌聲 那麼香港地獸首先我剛剛帶來的是 由日本作曲家阿曼的吊師 所謂第1號四神奏 所編寫的一首原創曲 他原本就是寫給第1號四神奏 沒有改編 他學運非常精湊 音非常多 大家可以有空可以來看看 上面有秘密碼 吹起來需要大家的體力 但是寫非常好聽他的制度 編排得非常好 那現在在微信上剛剛那時候選擇 那接下來的歌手 那我們又要還是一樣 還是一個日本作曲家 日本作曲家所寫的 所編寫的一個叫做出陰未來皮膚曲 各位有聽過出陰未來請提手 好小朋友應該要不要知道 好謝謝好 他是一個最近一陣子 應該算是前一陣子 還蠻流行的一個 一個虛擬歌手 什麼的虛擬歌手 就是他是 基本上他是一個共同 但是他是一個歌手 他是會看演唱會的 然後在近那亞洲各個地方 都有看演唱會的 所有的舞台的編制 他自己越短越拉長 今天他所有人都全部都是生成的 唯獨出陰未來 他是用投影 好他有非常特別的 他是用大小的投影 然後投影在那個皮膚的模糊上 然後他是一個動畫的歌手 然後他一個萬獸做互動 你可以跟他落實 但是碰到他 就是非常 非常聚取的 那他那個兵器人類都非常好聽 那他唱了非常多的兵器歌 那這個水準就是改編 就是初音樂來說 一期間的動畫 裡面的一些歌曲 他做成一個大靠的激進 他的水準非常好聽 非常的 非常的 活潑 很害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首曲子 接下來再次再次唱一首 初音樂來的歌曲 謝謝